婚姻中有哭有笑,有吵有闹 而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后 女人的改变应该是最大的 当你们过了很久以后 你会在这时才发现 原来我们是如此的轻松 而今生富有 我们的烦恼就是太多东西放不下 所以爱情里面也需要做减法 婚姻里,女人如果把这些东西放下 就是下面的是一样东西 如果女人放下这几样 男人你就是幸运的 一,她会放下多疑 一个女人如果可以放下自己的多疑 那男人一定会很开心,很幸福 因为你可以再也不用担心 她怀疑丈夫对她的真心 也再也不用怀疑丈夫 是不是背叛了自己 更不需要怀疑自己的生活 丈夫能不能变好 这种怀疑其实是两个人感情中 最大的敌人 因为猜疑,所以你们总是畏守畏尾 束手的束脚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疑 去花费太多的精力 最后是得不偿失的 生活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不是吗? 所以如果是女人放下了猜疑 最受益多的还是男人 你也是幸福的 二,她会放下担忧和忧愁 一个女人如果可以放下担忧和忧愁 那你们一定可以获得幸福 因为这种担忧和忧愁是没有必要的 她自己的心里深切地明白 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多么爱自己的人 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 当你担忧的时候 你不妨去想想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誓言 也不妨想想她的笑容和她爱你的表现 所以当女人放下担忧和忧愁的时候 你是幸运的 而你拥有这样的女人也是幸福的 三,她会放下斤斤计较 一个女人如果在婚姻里面总是斤斤计较 她一定是不幸福的 只有放下了 你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远离痛苦 斤斤计较都包括什么呢? 包括连这三天都是我扫地 她却没有 明明都是她的错 而你却要受委屈 无论是在行为上的计较 还是在情绪上的计较 既是对爱情没有好处的 也是对健康没有好处的 所以女人如果放下对你的斤斤计较 你是幸福的 请珍惜 四,她会放下自己的伪装 一个女人总会产生一种错觉 因为我爱一个人 所以我要为了这个人变成她想要成为的样子 其实这是错误的 这样会让自己很累很累 只有放下虚伪面具的女人 你们的生活才活得幸福 因为这始终不是她自己 你要相信她本来的样子 你的妻子也会接受才行 所以当女人放下了对你的伪装 那就说明她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爱你 对你无所保留 拥有这样的妻子 你是幸运的 其实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每天每夜都会做同一种事情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起床 生活就会越来越相似 不过就算如此 感情中也避免不了烦恼 但当一个女人为你放下上面的试点 不仅仅是你妻子轻松了 更多的还是你自己轻松了 因为她释放了你 如果你的妻子是这样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肯定会让你倍感幸福